明明自在的人生 决定一生帮助别人 帮助众生 才是生命幸福之道 也是臣佛之道 因此更要调伏自心 净化贪嗔痴 安住无我空性 方能感化众生 不说自理济经 逆他则广 我们应该要对敌人 生起悲心 因为敌人 是我们生起忍辱心 很好的主伴 因此他是修持忍辱 最好的顺缘 平常我们说修持忍辱 对那些看不顺眼 修持忍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说 那些被磨中障碍的人 也是因为佛陀的加持 法王也提到 许多人不知道反求诸己 而一股脑底将责任 推卸给三宝 合掌口中念着 归一啊 归一啊 但这根本不是佛法的修行 什么是佛法 意思就是改变修正的意思 谁能够改变自己的 唯有自己才有可能 改变的方法也无其他 就是自信的慈心 悲心 菩提心和智慧 这是我们应该医治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我所不施 不求三界福 为诸众生故 以用求祷 故生就生是十界 于过程中忍耐奔波是忍辱 为护念众生而尽其所能 无有间断 事紧尽 沉着不慌 灵机应变 事产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解就是道 事实可以与众生所需 为智慧 如此 令一切众生脱离苦恶 闻法如道 即是堕时大称菩萨之远行 为什么吸烟就无法解脱呢 因为烟专门熏染人的中卖 按密序所说 人死的时候 明点要从中卖的顶端出去 才能解脱 吸烟会闭塞顶轮的脉结 顶中时 明点无法从顶门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田花生道师一再不说 吸烟者无法解脱 而且必多无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再者 抽烟的人令诸佛菩萨皆不欢喜 一切护法也都远离他 发起出离心是非常重要的修行功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才叫生气处理心 如果一时难以达到这个境界 即需要不断地思维练习 我们必须培养关怀一切有情的心 修行得越好 我们的心越是死悲 环境越差 我们对众生的责任感越强 于是我们修行也愈容易进步 经典里曾经提到过 我们所遇见的乞丐 我们所遇见的乞丐 或是让你悲悯的老病狗 可能都是诸佛不上所唤醒的 在你的修行之路上实现 要来帮助你增长慈悲心 迈向成佛之路 念佛法门三根土被 力顿全收 下下根人也能在一生当中平等成佛 这是不可思议的法门 一切诸佛赞参赞的法门 无上法门第一法门 什么人相信 唯有大智之人才能争信 佛陀说 我没有什么圣水能洗去你的痛苦 我也无法用力 我也无法用手抚平你的烦恼忧伤 我唯一能为你做的就是指出一条脱离轮回痛苦的阵道 能否到达彼岸 要靠你自己修行 因为我们被准备 Paradelpоном 我们只看到自己的福利 但他人的福利却涵盖着无量数目的众生 从这观点我们可以理解到 他人的福利远比我们的福利 来得更加重要 佛教不只关心缓解个人的痛处 也关心一切友情能解脱痛苦 如果连忍受自己的苦都那么困难 我们怎能负起承担一切友情有的责任 地狱道的众生 如同世界的围城那样多 恶鬼道的众生 如同河里的沙子那样多 畜生道的众生 如同一板盆的沙子那样多 天道和人道的众生 如同可以放到指甲上的沙子那样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成就佛道 要成就佛道 就得一直人生 人生甚至比天人生更为珍贵 天人虽然可有少量的修持 但便于人道众生的修学环境与自身条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温暖的阳光照射在绿意盎然的土地上 滋养着万物蓬勃生长 坐落于台南市归人区 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制野 中华护生协会的八戒护生园区 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 映入眼帘近视绿油油的田地 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 八戒护生园 即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广大平原 风景秀丽 五色风马旗随风飘扬 让依靠在竹林旁的八戒护生园区 更显其生机勃勃 占地1400多坪的园区中 收养了包括104只的狗 以及171头猪 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两个区域 从门口望去 右边是猪之门的活动空间 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田地 两者虽数不同物种 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 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 稍稍接近围栏 狗儿便奋力摇尾 伴随着此起彼罗的叫声 热情的招呼从未减断 展现出活泼的甜性 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蒙面 显得有些退却 羞涩地蜷缩在角落 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渴望观爱的眼神 使人发起怜悯之心 在园区工作人员们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 多数收养的狗儿 渐渐恢复丰硫丽的体毛 以及健康的躯体 并恢复与人亲近 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 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甜手回应 而在另一边 猪圈通风的设计 为猪肢们挡住酷热的阳光 驱走不少熟气 猪肢发出的声响也不分宣指 有的悠闲地躺卧在角落休息或睡觉 享受着午后的微风 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来外 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 并举起短短的鼻子 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 令人深深感受到 不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 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情感交流 及灵性之会节 为了提供八戒护身园区 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以及所有动物们皆能与此安享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身园 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 中华护身协会广妖宁 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刀口余生 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 皆能在八戒护身园区里获得重生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博帐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身协会 生命电视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不动佛灌顶 即4B百观音操建 宫秦尊贵的难给切令人拨切组坊 日期5月26日星期三 上午9点半 不动佛灌顶 下午1点半 4B百观音操建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人拨切简介 尊贵的难给切令人拨切 来自布丹 9岁出家 35岁时经人谦法王 任命他为丘陵塔昌寺住持 经过八年对寺院无倦的服务 尊贵的任拨切自行辞去了 该寺方丈的职位 至不待遥远的高山上闭关 去年闭关功德圆满后 经布丹竹巴嘎举南给佛学会创办人 青梅多结任拨切 利邀前来台湾红法 因疫情因素 将任拨切续留台湾利益众生 生命电视高雄生命书方举办传授八观灾界 礼拜药师宝灿继位49天内 往生者朴佛回向 恭请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5月30日星期日上午9点 地点高雄生命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一个人最大的痛苦是因为 用别人的眼光来肯定自己 所以最重要的 医治真理 一个人最大的痛苦是因为 找不到自己用金钱 用别人的眼光来肯定自己 可不可怜 可怜 这种关爱的眼光 最后还是会不见的 所以我想年轻总会老 有钱也可能会变化 台上的可能也要下台 这样这个意思 所以最重要的 也叫自医子 法医子 末医医子 所以要以自己的努力 所以医子真理 法医子 不要医子外在 今天是六斋日 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栽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饮 不忘语 不饮酒 不眠坐华丽之床 不着香花蔓 不香油涂生 不观听歌舞 不飞食食 也就是持斋 不舞不食 随喜您的功德 阿弥陀佛 有这个歌曲 你不不泽 至枎 不满 不泽 不满 最后 不满 不满 辩植 如果是四大天王 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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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